7月份结束,8月份悄悄的来临了 今天呢又回到乡镇了 有一个特别大的事情大家听说了吗 今年的灵活就业缴费金额出来了 这是东北三省出的关于 2024年7月到2025年的6月份 整个一年的灵活就业的缴费金额出来了 这里边显示有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咱们呢就看到一档,二档,三档就可以了 因为一档就是60%缴费 二档83%,三档100% 我身边大部分的人目前缴费的都是100% 也就是正常缴费 大家看一下缴费已经涨到多少钱了 每个月1435 全年加起来17228 这个金额呢 我记得在五年前才一万出头 像我老爸在差不多接近小十年的时候呢 才八千元左右 现在直接就翻了一倍 还要多 灵活就业是什么 说好听点叫灵活就业 说不好听点就是社会的改流子 没有稳定的工作 没有稳定的收入 就是属于撞一天中 做一天和尚 没有固定的工作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二档百分之八十缴费 这个也已经突破了一万三千元 达到了一万三千七百八十二元 可以难得想象呀 在过去七八年以前 二档百分之八十的缴费 才七千八千左右 现在直接跳到了接近一万四千元 说一下我们当地的灵活就业的工作 你能找到的工作呢 基本上就是像保安啦 保洁呀 或者是一些出租车司机啊 外卖员呢 就是这样的工作 现在的小区保安 已经在今年的时候 我看大部分都已经调到了一千五到一千八百元 普通的临时工的话 一天大概也就是一百到一百二十元左右 按照百分之百档缴费的话 每年是一千 今年已经涨到了一万七千元 如果按照这个进度 明年有可能就会突破接近一万八千多 接近一万九 后年的话 差不多要接近两万 大家想一想 按照现在普通的灵活就业 底薪越来越少 工资收入越来越少 大概一个月就是一千五到三千元之间 如果我们真的去缴纳了灵活就业 每年现在今年是一万七千多 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们还有剩余的钱去生活吗 我觉得生活已经谈不上了 那简直就是生存都有问题 现在呢 我所在的这个乡镇呢 很多人都已经搬走了 原因就是在乡镇里边根本就找不到工作 我小时候在附近看到很多像商店啊 小超市啊都还是营业的 现在全部倒闭了 那么这里边走出的大学生呢 几乎都已经不再回来了 小的时候呢 在这边大概有几千户人家 现在可能连两百户都没有了 大家都出去寻找一份生存的工作 现在的七月份八月份大学生集中毕业 今年又有一千多万 他们又开始融入到市场和我们这些中年人抢饭了 大家想一想我们有房子的就更惨了 每月有几千元的房贷 如果你每个月赚不到七八千块钱 很难很难在城市生存 这个不是开玩笑 今年这个社保灵活就业的缴费金额一出台 评论区直接炸锅了 为什么现在很多年轻人中年人选择了 不再去缴纳社保呢 是因为他们拿不出七个钱了 活了没貌先顾眼前 如果我们的生存都难以保障 我们拿什么去缴社保 所以大家现在更在乎的是孩子儿女的教育 老人的医疗 自己的社保根本就没有在考虑的范围内 难啊 今年太难了 甚至有一些专家预测 明年后年的生活可能会更加的困难和拮据 大家做好紧一缩时的准备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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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